那本土的案例 主要都是 諾夫特我們昨天這樣採檢的一個結果 那總共是三個案例 那1127 128 129 那其中1128 是我們早上就是在裡面有三位發燒的 然後送到 醫院去 那三位裡面有一位 是1128 就是20多歲的男性 他是旅館防務部的員工 他沒有出過史 那在在我們集中 要往集中檢疫所的時候 前面在發燒篩檢的時候 有發燒的情況 所以就就醫採檢 隔離治療 那今日確診 那11時16 那已經採握他的一個 前面的一個接觸者 有四人 那另外兩位 127 129 是到了集中檢疫所 那被檢疫 檢驗出來是陽性 那127是本國籍20多歲的女性 那是 這個防疫旅館的參與部 參與部的員工 那近期無出國史 那昨日他到集中檢疫所 那下午他就出現一點喉嚨癢的症狀 那以檢疫所進行採檢 那CT值26 那初步掌握個案的接觸者10人 那接列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那1129是本國籍的60多歲的女性 她也是在防疫旅館的防護部的員工 那沒有出國史 近期了 那4月26日他有出現 輕微的咳嗽及喉嚨痛的一個症狀 那自行購買層藥服用 那下午在集中檢疫所採檢 那CT值是20 那掌握個案的接觸者4人 那接列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那相關這幾位 我們總共昨天 大概總共的員工是207位 那扣掉前一天確診的120是206位 然後再扣掉發燒的情況 那送到醫院去的剩下是203位 那203位有兩例是陽性 那201位是陰性 那全部都已經採檢完畢 那疫情這兩天我們再繼續採血清 採血 電池 嗨 格子 不喜歡 血清 很大 耳 machines 就